相对于英特尔的营运遭遇逆风 台积电最近则是利多消息不断 继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 还有日本跟德国设厂之后 最新还传出了台积电跟三星 有兴趣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要建立晶圆代工厂 有希望成为阿联的AI发展核心 不过对此台积电回应 目前并没有新的海外投资具体计划 而专家则表示 如果科技大厂有意在当地建设晶圆厂 最大的挑战还是人才问题 护国神山台积电积极扩充COAX产能 加速全球布局 最新更传出高层近日走访阿联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正考虑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兴建大型晶圆厂区 项目规模渴望超过1000亿美元 一般我们讲半导体就是下一个世代的石油 石油的重要性逐年的降低 所以阿联酋这些阿拉伯国家 想要把赚到的钱转投资到半导体 非常合理 站在台积电的角度到世界扩厂 那只要成本符合它的要求的话 对台积电来说都是有利的 对此台积电回应 正专注在现有的全球专案布局 目前没有新的海外投资具体计划 专家表示 科技大厂若想在当地建晶圆厂 尽管将面临不少挑战 但由于阿拉伯国家资金充足 建厂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高 困难可能是水 不过我认为水可以利用海水淡化的技术解决 那只是成本比较高而已 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 因为当地要找到核实人才不容易 相关的供应链 有一些不适合长途运输的 一定也要在当地设厂 所以这个一定会是一个供应链 随着海湾地区国家近年急遇降低 对石化产品的依赖 将半导体产业视为发展机会 专家指出对台厂而言 前往设厂应该都可以增加营收和商业机会 但还是要留意分散地缘政治风险的同时 是否会因此降低台湾战略地位 记者杨恒乔大龙台北采访报导